訊訊透明要公開 公開透明是防疫最好的政策 那顯然這一次呢 並沒有達到這樣 首先呢 大家也猜出來 能夠接受大量的確診的病人 因為這個醫院就是 專門在接受照顧這個確診的病人 那麼顯然應該是公立醫院 又在北部 然後鄭文燦市長又跳出來 那我想這個 我這也不能說 因為他要罰我 那你比對就知道是哪一家醫院 對不對 非常清楚 那這個說列為機密 這是不對的 第二個 那為什麼只有周一寇 別的報紙想要 媒體想要報導 都被威嚇說這個要處罰 但是為什麼周一寇女士 他就可以從頭一早就把這個所有的訊息 都播得清清楚楚的 然後人家問陳時中部長 他又這個輕輕放過 雙標 我們非常希望這個陳時中部長是被高度的信任 被高度的這個相信 那這樣子疫情才會指揮的會這個有條有理 所以我還是希望陳部長不要有這些雙標 剛剛一再講過了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相信指揮官 相信疫情指揮中心 所以他自己的行為也讓大家能夠相信 我也希望陳時中部長能夠讓大家相信 這是不是為了他個人 這是為了整體台灣的防疫 因為如果大家不相信疫情指揮中心 不相信陳時中部長 那麼這個整個的疫情的控制 就會產生混亂 甚至產生更多的破口 所以我希望疫情指揮中心 講一句比較重的話 好之為之 這我們大家期盼他能夠做好事情 要わかkeeper 請票 請 請